今天怎么这么多的三脚猫三脚狗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会把这个捕兽夹 会丢在那边好像把这个动物给搞得 现在走路要一掰一掰的 今天在立法院就有这个为动物请命的记者会 立法委员不分蓝绿一起来声援动物团体 两只可爱的狗狗出现在立院 但仔细瞧怎么都缺一条腿让人鼻酸 爱狗人士说都是捕兽夹造成的 要是哪一天夹到的是马小九 或是夹到人的小孩 他们的命才是命吗 平常时时刻刻 我们在说话同时都在发生 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吧 可是捕兽夹它在质地跟结构上 它算是一种变形的刀蟹 那在伤害力上面 它最接近的却是地雷 这名作家朱天心和爱狗团体 共同召开记者会发出怒吼 难不成马总统的狗才是狗 这些动物呢都是不会讲话的生命 那这个我们人类 这个五十块一百块 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那事实上只是证明了 我们台湾人 在心性上对于这个生命的痛楚 没有感觉 在国外捕兽夹 很多国家都已经是全面禁止的 那我们的这个动物保护法 跟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 也都有明文的这个禁止的这个规定 可是因为这个执行的这个人力 是不足的 那么所以说在这方面 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这种查境 连向不对盘的蓝绿立伟 也同仇敌忾为动物起命 野生动物除了有危害农林作物的 紧急情况之下 是不得以受夹的方式去猎捕的 枪炮弹药这个刀屑管制条例 它是属于一个特别刑法 它保护的这个立法的要旨 它保护的对象是人 由于不受夹的滥用造成狗狗残缺 爱狗团体呼吁政府要重视 否则未来伤到小孩 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中文新闻吕嘉贤官的台北众所报道